Inpress插入图片操作 上个单元我们介绍了几种常见的图片格式 还有一些免费的图库网站 那接下来我们来练习操作 如何在投影片当中插入图片 首先您可以到这三个网站去下载图片 例如我们到了OpenClipUp这个网站 您可以打入搜寻关键字打卡 您可以往下卷 分好多页 那我们就以第一页选择红色的车子 图片看起来虽然是很小 但是我们点选download的时候 它会跳出一个小视窗 它会告诉你这是SVG格式的 还记得这个格式是我们在做投影片最适合的向量图档 我们点选储存 你也可以下载PNG格式的 但是如果有SVG尽量优先下载SVG格式的 好我们再下载另外一种 再选一台车子 好 download 好 SVG格式 那在这个网站的图片呢 都是属于自由的 可以免费使用 在你的教学 你的报告 甚至商业用途都可以使用 好 那我们来到另外一个网站 Pizzabay 一样你可以打入关键字搜寻 那由于这个网站是国外的网站 您可以选择看简体字或者是到下方选择英文 好 英文界面 好 一样的我们也用Cart来搜寻看看 好 第一列是属于广告赞助商的 那通常会有符水印 那必须要加入他们会员才可以下载 我们往下拉 好 这边图片更多 那其中呢 这一种图片 我们点选下去 看看它是什么格式的 好 如果你看到右边有Open ClickUp 那就是跟这个官网是一样的图片 好 我们选下载 download 好 跳出视窗 你可以看到它有说明 好 PNG 150x105的大小 好 24.8K 好 PNG有那么大的 1920x1339的 好 那SVG呢 才102.6K 那这么多格式里面选择哪一种是最聪明的呢 我们选择SVG格式的 好 记得有SVG优先选择下载 其次呢 是选择比较大的PNG图档 好 那么选择SVG格式的 好 如果出现这个 就请您加入这个PizzaBear的会员 好 那我login 好 你可以使用其他的Facebook或Google账号登录 好 我们继续点下载 好 这个时候一样跳出小视窗 好 告诉你这是SVG格式的 好 我们储存 好 这个是我们的作业系统自动开启图片 先把它关闭 好 那我们可以选择下载PNG格式的 好 我选择640的 好 在投影片当中 这样子尺寸大小就可以了 好 我们储存 好 这是PizzaBear下载的方式 好 如果您需要注册的话 您可以到官网去注册 或者用FB账号 Google账号都可以 好 那下载回来的图片 怎么样放到我们的投影片 投影片当中呢 好 我们回到我们投影片 我们在投影片窗格新增 投影片来练习插入 好 这个版面 预设版面是让我们在这个下方可以插入物件 我们点选插入影像练习 好 找到您的图片 一般都是在下载的地方 一般都是在下载的地方 好 可以开启预览 好 我可以用日期来选择 这是刚刚下载的图片 好 开启 好 这样就完成插入图片到我们的投影片 好 插入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用控制点 缩放大小 好 这是一种插入图片的方式 另外一种呢 你可以选择 在空白投影片上面插入任何的图片 好 这样就不会局限在于那个图形框里面 好 我们插入 好 影像 取字档案 好 插入 好 那刚刚看了两种插入图片的方式 一个是在有配置图片框的时候插入 一个是呢 自由从插入影像取字档案 还有一个方式是直接从你的档案夹里面复制 好 下载 我直接点选 图片档 按Ctrl加C复制 好 直接点选投影片 按Ctrl加V 贴上 我们把它 缩放到适当大小 好 刚刚介绍的三种插入图片的方式 好 您现在可以开始操作看看 好 第一种 从物件框 从物件框里面点选插入影像 好 第二种 直接从功能表这边选择插入影像 取字档案 第三种 到您的资料夹 直接点选图档 按Ctrl-C复制 或者按滑鼠的右键 复制 好 到投影片这边选择贴上 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单元插入图片 介绍到这边 好